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兽魂交给我 我可以放他们赐药 击破了 灵魂中的污秽 为什么连灵魂都能击破 你到底是什么人 想逃 我既有毒 星斗大森林危机重重 不必追上 不必追上 我需要你的地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需要再发自退 这些血魂狮实在可恶 我们也裂上魂狮 我相信魂狮和魂狮 共生的全新历史 即将在斗罗大陆上书写 你说是吗 雨昊 雨昊有办法 雪女 这是 好可爱的小姑娘 极北之地的冰天雪女 她是我们魂狮与魂狮共生的希望所在 我是希望 若魂狮愿意与魂狮地结契约成为魂灵 那么不仅能替魂狮附加魂环 也能使自己的生命得到违续 像雪女一样 以另外一种心事来感受这个世界 魂灵 真的能够普世吗 验证这个可能性 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之一 若有合适的魂狮 雪渊希望雨昊一世 先找到诗和你的魂兽再说 我们走吧 可惜我现在没有治愈流泪了 小家豪们 以后 要保护好你们的妈妈 我们走吧 这里的植被 比先前更加茂密 我们应该已经接近核心区了 是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 停 谨慎探测共享 坐前方大约五公里处 有四只魂兽在打架 是一只万年银鹰兽 在对抗三头万年变种狼元 银鹰兽 具有精神属性 传闻中已经灭绝 只记载于上古典籍中的银鹰兽 你竟然认识 这么珍惜 变种狼元有黑暗属性的技能 银鹰兽要不行了 银鹰兽严格来说 只能算是第三层属的魂兽 可它却拥有一种 特别强大的通货魂技 这是狼元的技能 看来 银鹰兽的天赋魂技就是复制 这些点说 这招叫做 塔印 能够在对手施展能力的一瞬间 将对手的魂技 塔印处存起来 这个塔印能力太强悍了 约路的好 会对对手造成出气不意的效果 可惜银鹰兽还是受伤太重 活不成了 银鹰兽的塔印 完全是通过精神力完成的 因此 很适合宇昊 你这种精神属性的回事 而且 没有人知道 在大陆上 是否还有第二只银鹰兽 那我现在去跟它谈判 看它是否愿意成为我的魂灵 我竟然能够施展出瞬间转移 我竟然能够施展出 第三回千五天 黄金龙少女 不愧是黄金龙五魂 我能感受到你即将死亡 不如由我签订着银鹰兽 成为我的魂灵 成为魂灵之后 你的肉身虽然死亡 却能以另外一种形态存在 你的思维仍在 并且可以伴随宇昊战斗 像他这样 太好了 那好 接下来 我将要引导你的灵魂烙印凝聚 你要放松身体 同时配合我将你的天赋本能 与灵魂烙印进行融合 一切都要心甘情愿 然后我们缔结契约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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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难受了,吸收它作为魂环吧 刚才的狼元掉落了一块左腿骨 狼元是你杀的,魂骨归你 雨昊,怎么样? 好了,我的主五魂拥有了第五魂环 我是魂王了 可惜魂命如何失败 好在成功吸收了魂环 孩子们,这次你们都做得很好,我们回学院 这次虽然又遇到了邪魂师,结果却是有惊无险 是,而且我们都获得了合适的魂环 小雨昊,这次还是多亏了你啊 好,顺带一提,我的魂岛一只 也是学院和你们唐门合力研发的呢 季兄 总算等到你了 好久不见 雨昊 宣老师 你们果人来了 我退学了,因诺而来挑战更多强者 雨昊,我答应你的邀请加入唐门 真的吗?太好了 霍氏烤鱼,天下第一 各位快来尝尝啊 宣老师,季兄 你们不会为今天的决定后悔的 来,跟我来 不买就走开 别妨碍我发财 他怎么有点眼熟啊 霍氏烤鱼,天下第一 霍氏烤鱼 霍氏烤鱼 你这孩子也做出了一番事业 惭愧 都是诸位师兄弟姐妹的功劳 宣大师,欢迎你来唐门指点 不敢当 一直听雨昊提醒你,久仰 季兄,论修为 贝贝大师兄才是我们唐门最高的 嗯? 我想向你挑战 我的荣幸 宣老师,里面请 嗯 与小记同行一路 我清楚他的剑意 我也想看看我们唐门的实力 你是不是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剑 试试紫剑 是当初害小桃捷护魂变异的八级昏倒器审判之剑 好剑 行 宝剑赠英雄 这剑跟着我算是蒙尘 季兄若不闲就拿去 谢谢 谢谢 第一分剑 雷霆龙爪 走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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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马如龙使用一次 这剑出英雄不能寸进的代价 这个剑绝尘能嫁与他吗?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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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万军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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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凯? 嗯? 丸与灯光在极 远在马龙龙之上 剑尸领域 这件武器很不一般 走吧 精神探测 三个完胜 等等 火鼠 炼制收魂 好残忍 他们是邪魂师 邪魂师 那就不能坐视不理了 去 找到他们的下落 雨昊东儿 你们作为先锋突袭对方 汪秋儿 公养墨 你们绕到后方 探查这帮邪魂师的真实目的 史莱克监察团 出动 快走 快走 大哥 找到了 好 一技行事 不好 他们召唤的是 可乐 这里就是邪魂师 利用火鼠要找的目标 在山洞里 走 万年修为的暗金孔赵雄 他太强大了 我们快撤 第一魂技 以赤色之力 之力 我们是队友 等等 这熊不太对劲 秋儿妹妹 快看他身后 这是暗金孔赵雄的幼崽 秋儿妹妹 要看看 干什么 你 那看 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母熊刚刚生产 实力大减 要是把母熊杀了一并练成兽魂就更好了 他们的目标是暗惊恐找熊幼崽 太可恶了 杀死公熊 迎走母熊 抢走幼崽 这群邪魂师 简直是惨无人道 昨晚的血红沸沸 很可能已经被他们图露过一阵 才不惜在夜间迁徙的 大哥 这里已经接近星斗大森林中心 要是惊动了凶兽怎么办 我早有后手 你们看 这是什么 史莱克监察团的面具 前阵子有个不知好歹的小鬼跟踪我 被我宰了 我们此行一旦被凶兽发现 就故意把这面具留下 星斗大森林的凶兽 一定会把怒火发泄到史莱克学院 一举两得 大哥高明 道尔 朱鹏 我要对他们一击毕杀 好的武士兵 习击定装魂道炮 雷神之怒 不,不,不武士兵 不,不武士兵 不武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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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剖刀 银鱼十五魂 你真是什么 魔神之怒是七级电装魂跑炮 近距离偷袭 他们居然只受了些皮外伤 名誉时的危险感知 在魂兽中是出类拔萃的 难怪他们能在极短时间内做出防御 什么事 让给我滚出来 我是你们邪魂式的克星 史莱克监察团团 第二魂机 魔尼 你该不会以为 在我们忠于天地人三兄弟面前 还有全身而退的机会吧 阿克 释放本命兽魂 踏平这片剧 鬼影放黄 雍鸣为火 史莲师 全部都是万年以上级别的双门魂兽 这三人已经接近魂斗楼的修为 又有同等级的回首相助 这回危险了 东尔 你去找到 并把湖安静口找熊肉菜 我来引开他们 不 你去找 我来引开他们 找到你了 东尔 特有 特有 地 什麽人? 要有命的人 小小年纪口气不小 先抓住我的鬼影暴皇再说 chol的 花枭啦 nou we 受魂惹到重効 超项太些灰尸竟然也会被烦死 不一样 普通受魂当然是宫 MINI 但这是他们的本命神魂 已经与自身灵魂完全融合在了一起了 一起走 这四魂剑 黄金融化 黄秋儿有危险 黄秋儿 他们的落地是在命上魂 第六魂剑 金龙世线 黄秋儿 中国人公司 亭主任 在这一天